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相当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这那崩塌资料被显过中国省 首先就在中国与美国的月球探索竞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大批大陆中国人涌向香港 蜂拥申请新的全球亲政 有香港的职业机会和生活质量 而香港在安全法通过后 正面临着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斗争 接着我们来聊聊更多国际间的互动 中国和澳大利亚似乎正在寻求明智地处理分歧 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澳大利亚访问中 这一点得到了提现 另外中国万科从新业银行获得了一九十四亿美元的贷款 这对于缓解其资金压力似乎是个好消息 而在贸易方面 中国允许更多来自越南的榴莲进口 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企业界的动态 在中国做生意变得动家艰难和不确定 这是欧洲商业团体的共同声音 同时 中国电子商务支付公司连连数码科技 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寻求募集资金以扩大企业务 这些新闻不仅展示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也反映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和深度分析 王树国谈志气、骨气、底气 校长卸任离校园鞠躬致谢 学生追车道别 被称为网红校长 担任西安交大校长近十年的王树国 19日下午 卸任校长一直离开校园 影片中 王树国向众多西安交大师生三鞠躬 师生家道送别王树国 王树国也频频向师生挥手告别 公开资料显示 王树国、南、汉族 1958年十月生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中共党员 2002年 年仅44岁的他 回到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成为当时C9联盟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2014年起 他担任西安交大的校长 同时 他还是国内知名的机械人专家 被称为网红校长的王树国 曾留下不少感人瞬间 三年前 2020年11月 西安交大原党委书记张麦曾卸任时 和校长王树国 撒泪拥别 白发苍苍的两人 双双哭红了眼睛 相关图片引发网友热议 2021年7月3日 在西安交大2021年学生毕业典礼上 王树国就志气、骨气和底气 谈了自己的体会 王树国解释 何谓志气 志气来源于情怀 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 谈不上志气 志气是对国家 对民族的忠诚 志气是贡献 是脚踏实地 为国家、民族 不惜抛头颅撒热血 骨气是什么 骨气是自信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没有骨气 软骨头永远挺不起 民族的脊梁 谈及底气 王树国说 有底气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 有底气的人都是有贡献的人 有底气的人都是有座位的人 无论他在什么岗位上 哪怕他是一个小小的职员 一个普通的工人 一个农民 只要他有理想、信念、追求 他在岗位所做的贡献一定是大贡献 2023年 在西安交大毕业典礼上 王树国在语中为毕业生致辞 曾感动网友 现场影片显示 王树国正在毕业典礼上脱稿致辞 一府已被雨水打湿 校党委书记卢建军 撑开伞来到其身后 几秒后才被王树国注意到 在上述毕业典礼上 王树国既与毕业生们 一要具有家国情怀 二要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三要具有敢为天下先 敢闯敢示的开拓创新精神 3月19日下午 威严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日前中央批准 张立群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副部长级党委副书记 王树国不再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党委副书记职务 中国发射对登月任务至关重要的 卫星彭博社 中国已经发射了 雀桥二号月球卫星 这将在中国与美国在月球探索领域的 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该卫星将确保嫦娥六号航天器的通信 该航天器计划在今年上半年 前往月球背面 中国在二零一九年成为首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 嫦娥六号任务将是首个从那里采集样本 并将其带回地球的任务 并将其带回地球的任务 为什么大陆中国人蜂拥到香港的新全球签证 纽约时报 自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以来 一些外籍人士感觉这座城市失去了国际吸引力 然而许多曾经的中国大陆公民 却认为香港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和工作地点 这一点在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以来 获得香港鼎监人才签证的中国大陆专业人士数量上得到了提现 这些专业人士被香港更高的薪水 更好的职业机会 更好的学校 更大的自由 以及对女性和LGBTQ个体更多的尊重所吸引 这些专业人士的涌入 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香港面临着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等挑战 百万网红梁山梦阳 俄称父母双王伯同情 伪助农西金千万被判求 2018年以来 一个名叫梁山梦阳的年轻女孩 在网上迅速走红 她的悲惨遭遇一度感动了众多网友 2021年以来 唐某等人注册公司 雇佣郭某等人 通过话术 剧本摆拍贫困悲惨绅短片 打造虚假人设 包装孵化旗下梁山梦阳 梁山阿泽等网红主播 然后 以助农未学头 低价购入非梁山农妇产品 贴上大梁山商品属性 直播带货假冒大梁山原生态农特产品 销售额超3000万元人民币 夏同 非法牟利超1000万元 近日 梁山昭决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刑出炉 案情指 在一段短片中 梁山梦阳曾称父母双亡 自己只能辍学 在家照顾弟弟妹妹 他们已熟载未识 因生活拮据 所以靠拍摄短片赚取一些额外收入 她不止一次在直播间哭诉悲惨绅士 引得无数网民为之动容 凭借大山孤苦女孩形象 梁山梦阳感动众多网友 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粉丝 随后 她走上直播带货之路 不过 走红后 陆续有网友爆出 其视频未卖惨摆拍 下播后出入高档场所 带名表 穿名贵衣服等 引发质疑 更被网友实地探讨发现其父母健在 踢爆父母双王室编造 所谓土批房 完全是摆拍 一有网友发现 她售卖的血咽 核桃等农产品 发货地址并不在梁山 2023年5月 针对梁山梦阳等网红打着梁山旗号贩卖外地货品行为 梁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立案调查 因涉嫌对产地做虚假宣传 涉嫌构成犯罪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 唐某等人注册公司 雇佣郭某等人 在网上开设运营店铺 与梁山梦阳 梁山阿泽达成合作 2021年3月以来 该集团从成都 昆明等地低价 购入血咽 红花 贝母 杨赌军等农产品 打着梁山土特产助农 原生态等旗号 通过网络直播销售 销售额超3000万元 非法牟利超1000万元 香港在安全法通过后 面临巩固其金融中心地位斗争 彭博社 香港在通过本地安全法后 面临着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挑战 这项法律安抚了北京 但激怒了西方政府 引发了对香港未来极其吸引外国投资能力的担忧 香港目前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筹资中心 也是外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渠道 反而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包括借贷成本上升 外籍人士和年轻本地人的离去 以及对北京监管的担忧 此外中国经济方患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导致外国资本回避该国 影响了香港作为中国资本流动的通道的地位 该市的房地产市场正在下缓 普世在过去三年中已经下跌了超过百分之四十 但光空之力创下历史新纲 安全法的通过还引发了西方政府和在香港经营的企业的担忧 可能会掩盖该市对经济发展的关注 在香港中国的控制感觉就像是千刀万剐的死亡 由于时报香港面临着深深的悲观情绪 股市崩盘房价下跌和移民增加 许多居民涌向中国大陆边境的深圳寻求娱乐 摩根史丹利亚州前主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金融时报上写道 政府有起精心的崩溃责量位置无这么少 政府将重点放在国家安全上 而不是振兴计 新的安全法可能会阻止外国企业对该市进行投资 中国万科获得公盈提供的一点九四亿美元贷款 暂时缓解了资金压力 南华早报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中国万科近日重新链银行获得了十四亿元人民币一 九十四亿美元的贷款 这位期最近被目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提供了一定的缓解 该贷款为期一四年由上海中心区房地产和上海中心区房地产和上海万科企业提供担保 该贷款的目的是满足运营需求 并偿还开发商的贷款和债券 目的上周下调了万科的评级 担忧该公司的流动性和偿还债务 中国允许更多来自越南的榴莲进口 巩固了贸易关系中的相互依赖 南华早报预计 今年越南对中国的榴莲出口将增加三分之二 这是在北京批准更多榴莲进入中国市场后的结果 中国已经批准从越南平福省的二十七个地区运输榴莲 这些地区每年可以产出十四 去年越南向中国出口了价值二十一亿美元的榴莲 而二零二二年的出口额为一 榴莲在中国被视为高端美式 榴莲的售价可以在人民币一百元至二百元 十四美元至二十八美元至二十八美元之间 特朗普的回归如何有助于印度的全球战略 日经亚洲印度对俄罗斯积极可能支持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权力的立场 凸显了印度与西方在俄罗斯政策和未来世界秩序 愿景上日益加深的分歧 如果俄罗斯对中国更加屈从 莫斯科可能不再在印中边界争端和其他地区问题上保持中立 印度希望看到一个没有主导超级大国的多级世界 这与西方希望维持自二战结束以来 由美国主导的秩序不同 必须有所改变 欧盟商会警告中国即将发生火车事故 兰华早报中国欧盟商会呼吁北京通过高层对话 扩大国内需求并解决双边关切 双方商会表示 双方需要更加细致和精确的战略来加强供应链 北疆需要努力留住欧洲企业 商会主席詹斯埃斯克伦德表示 中国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供给端 这导致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内产业受到排挤 澳大利亚宣求与中国明智的处理分歧 德国之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澳关系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两国经济高度互补 他在访问堪培拉期间发表了这番言论 这是自二零一七年以来 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访问澳大利亚 并在与澳大利亚并在与澳大利亚 并在与澳大彭斯会面后发表了这番言论 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 两国关系变得紧张 北京方面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了关税 其中大部分在两年前堪培拉政府换届后被取消 中国银行保持贷款利率独变 央行暂时不放松政策 彭博社中国银行保持了基准贷款利率独变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保持再三 国年期利率用于抵押贷款参考保持在百分之三点九五 中国面临着恢复借贷需求的挑战 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 消费者信心低迷 该国工业部门和投资在年初表现强劲 这可能减少了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实施刺激措施的需求 中国电子商务支付公司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中寻求七八百万美元 南华早报中国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服务提供商 连联数码科技本周在香港寻求六 十二亿港元七千八百万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该公司移民股时九十五港元的价格发行五千五百九十万股 预计在扣除承销费用和开支后获得四 此次缩减规模的收益 此次缩减规模的发行 是因为香港股市自二零一一年以来新上市的动力最低 在中国做生意变得更加艰难和不确定 欧洲商业团体表示 美林社根据欧盟驻华商会的一份报告 不确定性和严苛的法规增加了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风险 该研究强调了欧美企业提出的关切 并承认中国不断建化的商业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为了减少贸易摩擦 和对进口的依赖而采取的风险最小化措施 该报告呼吁中国采取更多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机会 以及可能阻碍制药公司进行临床试验的潜在数据更全法规 先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全球单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Dombrief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等报节目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先来讲讲网红校长王树国卸任的消息 王树国在西安交代单任校长近一零年 他在下午卸任校长一职时 向师生三鞠躬 他曾留下不少感人瞬间 他曾留下不少感人瞬间 如何前党委书记张麦撒泪拥别 以及在毕业典礼上在语中致辞 王树国谈到了志气顾气和底气的重要性 他认为志气源于情怀顾气是自信 而底气则是能力和贡献 王树国的卸任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关注和追求道别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的登月任务的消息 中国已经发射了雀桥二号月球卫星 这将在中国与美国在月球探索方面的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个卫星将确保长俄六号航天器的通信 开航天器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前往月球背面 中国在二零一九年成为首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 长俄六号六号任务将是首个从那里采集样本 并将其带回地球的任务 中国和美国都计划在本十年结束前将与航员送上月球 然后我们讲讲一个关于香港的消息 自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以来 一些外籍人士感觉这座城市失去了国际吸引力 然而许多曾经的中国大陆公民 却认为香港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和工作地点 这一点在自二零二日年十二月以来 获得香港顶尖人才签证的中国大陆专业人士数量上得到了体现 这些专业人士对香港更高的心事 更好的职业机会 更好的学校 更大的自由 以及对女性和欧极比TQ个体更多的尊重所吸引 这些专业人士的涌入 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香港面临着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和新冠疫情的影响等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